大家好,我是八戒 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今天是2020年8月14号星期五 关于加州的一个16号提案 POP16号提案呢 这个提案呢 目前是受到整个加州人民的关注 特别是亚裔的这个居民 不管是华裔 还是印度裔 还是日本的族裔 还是韩国裔 这几个亚裔的呢 他们目前是非常关注这个加州16号提案 这个16号提案呢 目前是完全否定了 整个加州宪法第209法案 209法案呢 是禁止加州基于种族性别 肤色民族和原籍 而在公共就业 公共教育 公共承包等方面的歧视 或给予任何个人团体 以优惠的待遇 也就是呢 在1996年呢 当时加州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正案 这个宪法修正案呢 就叫做209法案 209法案呢 就是禁止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单位 就是你以这个性别啊 或者以种族 或者以肤色 或者以他的原来的出生地 歧视这个人 就是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人 来自哪个地方 你就不能给他去上学 不能给他进行就业 或者是偏袒他 或者是不偏袒他 都不可以进行这样的 种种的这种歧视 你不管是歧视他 不给他上公立学校啊 或者是不给他在这个公立的 这个公务员当中去任职啊 这都是在209法案当中是禁止的 那目前呢 加州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提案呢 在这个PROP16号这个提案当中呢 他要去更改这样一个 大家所公认的这样一个209法案 209法案呢 其实我来说呢 应该比较好理解 就是呢 按照圣经里面的说话呢 人生而平等 没有任何一个人呢 是生而不平等的 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种 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 你在神的眼里 你都是平等的 这是保守的基督教派 大概就这种看法 八戒也是认为这种看法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你从上帝视角来看 云云众生之下呢 何为不平等 何为平等呢 你只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你任何一个生命体都存在 它都是有它的存在的形式 存在的意义 存在的价值 你不能去人为的定义这个生命体 不管你这个生命体 是植物 是动物 是人 是狗 是猫 你都不能去定义它 是高贵的 还是低贱的 是种族 是优厚的 还是不优厚的 是种族 是高贵的 还是犯贱的 你都不可以去这样去评价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动物 任何一个事物 都不可以这样去评价 因为这完完全全 是不符合人类的 基准的一个价值观 你不可能说 你一边说着 你是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你现在呢 又搞这个16号的提案 16号提案呢 根本的含义就是说 我们现在必须要看到 整个的在加州这个人群当中 比如说 你这个黑人 这个族裔占据加州的 整个的人口比例是30% 或者20% 那我必须要求黑人 在整个上加州的公立学校 比如说上UCLA UC伯克利 UC尔湾 整整的这些公立的 这个大学系统当中呢 你如果说 你现在是亚裔的 有40%几的入学率 而你的非裔的呢 就是这个黑人朋友们 他们可能只有10%几 甚至只有5% 8%这种入学率呢 你就认为 他们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们在我们这个 加州的这个居民当中呢 占有20% 甚至30%的 这种人口比例的存在 你就强意呢 把这个整个的公立系统 整个的这个教育系统 整个的这个呃 对于这个政府的这个公务员系统 你全都要把它给拔高 必须按照百分之二十几 百分之三十几 这个人口的比例 来给他把它加进去 你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百分之二十几 百分之三十几呢 那就要把其他的族裔的这个利益 给他减少掉 哪怕你们是比别人考的分数高 你比这个老黑 比老末考的分数高 人家考300分 就能读UC伯克利 你考500分 你都读不了 目前就是这样一个行情 所以八戒给大家简单做一个分析 就是强硬的按照人口的配额 按照人口的比例 让去把这类的人群给他拔高起来 你们完完全全 不是靠分数来进到这个学校的 你们就是靠行政手段 靠行政命令 靠特殊的政策 给你们进行一个加分 然后你们来上这个学校 来上到这个单位 来到这个公务员 你们要想一想 你们从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职业角度 职业的这个发展来看 你们如果不喜欢这个岗位 如果说你们在这个大学的这个学业当中 你们没有办法去跟得上 整个的这个大学的这个进程 美国大学它是有淘汰率的 不是像中国 或者不是像其他的国家这样的大学 你不是说你一百个人进来 一百个人都能毕业 你把毕业论文一交以后 你就可以拿着这个毕业证书了 拿着这个学位证书了 这是毫无逻辑思维的 美国的大学 它必须要经过所有的这个某某考试 你必须符合美国大学的毕业标准 美国的大学最起码每年有20%到30% 有一些大学可能有高达40%的这个淘汰率 你一百个学生进来 可能只有五十个六十个七十个学生可以毕业 你剩下来的这些成绩不好的 不管你是什么族裔 你黑人白人 雅裔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 什么样的族裔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你只要不符合我这个这个这个学校的 这个毕业的这个标准 达不到我这个教授 达不到我这个老师的这个认可的标准 你就不可以毕业 我不签字你就毕业不了 目前就是这样一个行情 他如果强行的帮整个这个 这个按照人口的比例 给他所有的这些条条框框都给他去掉 并且专门的把拔高 拔高这个这个黑人的话 那这样目前来说 对整个的白人 对整个亚裔 对这些老末 都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呢 他可能会潜台词的 他就是要修正整个大学的入学政策 就是要把这些能够以优异的成绩 像我们亚裔的 比如说韩国人 日本人 印度人 中国人 这四个种族的人 是完完全全靠着自己的实力 比整个的大学录取平均分数呢 最起码要高出10%到20% 你才有这个资格 能够入学到UCR1 UC伯克利 这样的一些学校 否则的话呢 人家考一个200分 300分 都能直接能够上 你呢 要考500分 你才能上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 那整个加州的 他整个公立学校的 这个学生质量的水平呢 会立马拉的这个参差不齐 会立马变得非常非常严重的 一个参差不齐 老师他就会面临一种情况 我教的深了吧 这些黑人朋友们 听不懂 我教的浅了吧 那这些东西 功课的话 我放下去的话 是个人 他就会做 那这个整个的 对于加州的这个 毕业出来的学生呢 会拉低他们的 整个的学术水平 拉低他们的 整个的这个学生 毕业出来的这个学生质量 那对于整个加州学生 如果要去外州找工作的话 哪怕就是说 你在整个州内 在硅谷找工作的话 那人家一看 你学的还没有这个 外州朋友们过来学的好 你整个毕业出来的话 长此以往的话 你在一两年 看不到这种情况 你在五年八年以后的话 你会整个看到 加州的学生 随着这样的一种 政策的变相的拉低 整个的入学的门槛 不断的拉低的话 为了照顾这些黑人朋友们的话 整个的毕业的政策也一 毕业的这个条件也降低 入学的政策也降低 老师教的时候 他也把这个水分 全都给他加进去的话 那加州的学生 毕业出来的话 可以说已经是一落千丈 短期之内你们看不到 长期来看的话 五年八年十年十五年以后 如果这个法案 能够形成一个法案 写在加州宪法里面的话 那对于整个加州人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加州的朋友们 以后可能没有办法 能够以更加公平的条件 去入这样一个学校 以后整个的这个学校的系统 可能会面临一个崩溃 因为你们整个的教育政量 会变得非常非常参差不息 不是一路人就不能在一起学习 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 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达到 这样一个水平 就在一起学习的话 会给老师会造成一个 相当大的困扰 那很多同学在一起 上导这样问题的时候 大家也可能会没有办法 把这个学术水平 能够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给它创造 这不是说你会说 你这个不是说 我一半的打死 所有的黑人朋友们 他们就没有好的 这当然不对 但是说你如果说 你靠这种强制性的 以人格比例 把所有的族业 把它不放在 同一个基准线上面的话 以拔高某一个群体 然后让所有的人都闭嘴 用这种手法来操作事情的话 可以说这完完全全是本末倒置 因为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平等的 你不可能把这个族业的人 因为他的人口比例 是20% 是30% 你就一定要强制性的要求 你也不看看 他适不适合来读这个大学 他可能自己都不想去读这个大学 但是呢 他可能受到周围的朋友的怂恿 朋友说 我们现在可以占这个光影 我们现在可以靠这个政策 我们去试一下 我们反正现在 也只能考个200分300分 我们不如就去试一下 搞不好我们就 靠着我们这个族裔 靠着我们这个肤色 我们就能上了 我们上了以后 反正随便换一换 万一能换一个UCLA毕业 万一能换一个UC柏克力毕业 那我不是赚了吗 对不对 对于从他们的这种 从人的最底层的这种 人性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对于每一个人的个体来考虑的话 他们就会催生 他们这种恶劣的这种思想 这种邪恶的思想 就会在他们的体内 都能慢慢的散发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难不保证 这个整个的这个学术质量 整个的这个入学水平 整个的毕业生的这个水平 全都会被拉低 那这样的话呢 谁会去吃这个恶果呢 毫无疑问是加州的 所有的用人单位 所有的这个公立的这个用人学校 用人单位 公务员这个体系 整个的素质都会被拉低 整个的这个学术水平 整个的这个创新精神 都会被拉低 不是说黑人没有拔尖的 你黑人像奥巴马那样的黑人 他为什么能能做总统呢 当时也没有任何的美国法案 禁止黑人去竞选美国总统啊 也没有法案禁止美国黑人 去竞选参议员 众议员啊 都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这些黑人 还能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参议员众议员 这个美国总统都能去当出来呢 都能去选出来呢 说明美国整个的公平的 这个价值体系放在这里 不是靠你人为的 去拔高你这个这个阶层 拔高你拔高你这个少数族业 你认为他们是少数族业吗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他们是变相的 认为他们自己是少数族业 他们是在自己有利益的时候 他们就给他们自己 贴上这种少数族业 他们在对于他们自己 没有利益的时候呢 他们就把他们不贴上这种标签 这完完全全是一种行政化 是一种贴标签的 完完全全是随意的这种操作手法 所以目前从整个的这个 这个法案当中来看呢 是整个要否定掉209法案 把209法案这种人身而平等 不去看肤色 不去看性别 不去看种族 不去看出生地 这种什么我都不去看 我只看你是不是符合 美国的整个的入学的这个基准 我只看你是不是有这个美国的梦想 是不是靠你这种美国梦 一步一步拼搏 一步一步奋斗出来的 你然后你能够站在你这个岗位上 站在你想要获得你这个荣誉的这个资格上 你如果一切都不是 你是靠着别人像这种拔楼部的方式 硬把你给拔出来 拔苗助长这种方式 把你拔出来的话 按照中国的古话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就是想说 你就是坐在这个树上 你就等那个猪撞过来 我看目前这些猪的话 可能如果是撞过来的话 这些猪一个一个撞过来的话 目前也不会有个好的结果 也不会有个好的下场 目前这就是巴结的一些看法 也欢迎有些朋友们呢 能够对于这个法案呢 能够做出进一步的一个交流 另外来说呢 整个的这个加州啊 不管是这个北加州 南加州 中加州 目前都有各个族裔 不管是这个 这个亚裔的 这个韩国人 日本人 中国人 印度人 哪怕是现在白人 还有这个一部分的 这个少数族裔 就是他们所谓的少数族裔 就是这些黑人朋友们 他们也有当中 也有一些民事里的人 也出来 他们去这个站出来 也为他们自己的这个族裔 所获得的这种利润 所获得的这种利益 也说no 为什么要sign no呢 因为这不是一个公平的条款 这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这就不是一个公平的条款 因为你是靠剥夺 其他族裔的 这种这种公平的 这种基准线 然后呢 让让把这种基准线呢 恶意的给他拉高 或者是偏袒 另外一个族裔呢 这就是按照中国的话来说呢 这就是打着红旗 反红旗 按照美国的话来说呢 这就是打着政策政权 来反对政策政权 这完完全全就是胡搅蛮缠 完完全全就是胡说八道 这根本就是违背了人性 违背了人类最底层 那种不患寡 而患不均 这种人类最底层的 那种心理的诉求 灵魂当中的这种诉求 所以八戒一定要呼吁 所有的人们一定要站出来 反对这样一个 这个PROP16的这样一个法案 如果这个法案到时候实施的话 所有的人 哪怕你们现在是投赞成票的这些人 你们一定会在未来五年八年 或者十年当中 一定会看着加州 一步一步的衰落 因为整个人变了 人心变了 所以就会衰落下去 这是毫无疑问的 黎叔有句话 人心变了 一切都会变了 人心变了 人心散了 一切都不好带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行情 好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有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评论关注 有关的朋友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